歡迎收看財經Espresso 晚上好 我是夏詩 首先來看今天的馬股趨勢 馬股跟隨區域股市正面走勢 充斥上漲動力 全天微搖2.56點 以1776.31點逼市 匯率方面 美國通膨數據引發憂慮 今年再升息機率降低 拖累美元指數下跌 馬幣對美元也走強至4.2920令吉 馬幣對其他主要貨幣全數貶值 其中對新元下挫至3.1459令吉 接著來看今天的市場交易數據 本地機構及外資 今天分別淨買了2620萬令吉 以及353萬令吉 而散戶則淨賣出2973萬令吉 接著有企業Black & White的單元 許多中國買家 對於市值200億美元的 菲亞特克萊斯的汽車FCA都虎視眈眈 紛紛表示有意進購 但是對於才在3個月前收購大馬普騰 49.9%股權的中國吉利控股集團來說 眼前這塊肥豬肉無法激起併購的興趣 並對外表示目前沒有計劃要收購FCA 這項併購計劃對外籍而言是發展的捷徑 但是礙於美國外資審議委員會的嚴格把關 因此來自中國企業的禁購 可能會在美國遇到政治和監管障礙 換個焦點 國家能源主導的4A發電廠 原本預定2020年7月1號啟用 但是卻受到股權買賣協議 三度轉延所影響 導致發電廠無法如期運作的疑慮再起 今年5月3號 國家能源分別和SIPP和南方發電 達至股權買賣協議和股東協議 經過先前兩次展延後 這一次國家能源為了讓SIPP能源履行買賣協議 脫售南方發電51%股權 而答應另外延長30天 4A發電廠一步三折 國能及洋中理電力先後退出 據說其中一個原因是電力收費便宜 造成該項目不需吸引力 對此國能股價不受影響 以14令吉24千平盤收市 最後我們來看黃茂釀酒廠 截至6月30號第二季的財務表現 黃茂的銷量提高 第二季營業額上升 增長4%至4億1214萬令吉 由於擁有更加的產品組合 以及有效的成本管理 黃茂第二季經營力揚升19%至6092萬令吉 配合業績發布 黃茂董事部建議派發每股10仙股息 比前期的5仙多一倍 今天的財經新聞到此 感謝您的收看晚安 黃茂董事成本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